而接着一文活动 现任花莲县考古博物馆长的温孟威 在东奕印书馆咖啡铺子举行云端上的卡夫卡创作各展 展出十多件多年完成的石板画和水墨画作品 节日期展出到10月1号 也欢迎民众喝杯咖啡同时看个展 出身新竹成任教职 后来专事创作并移居花莲 现任花莲县考古博物馆馆长的温孟威 也有多年为拾起画笔的他 这次应邀在成为诗人杨木父亲经营的 东奕印书馆咖啡铺子业狼 开办第二档展览云端上的卡夫卡创作各展 拿出十三件多年前完成的石板画和水墨画作品 一睹博物馆长不为人知的艺术才华 我那时候就是在做这样子的挑选创作的考虑里面 我当然就考虑到这边的空间 它会适合怎么样子的画 然后我觉得这个白墙和木屋 蛮适合水墨的呈现 然后我就把我差不多十来年前的一个水墨 然后挑了三张 然后再来就是里面还有我的石板画 然后就是有十张 然后去呈现这样子的一个展览 温猛伟表示前身是印刷厂的咖啡铺子 石板画呼应千字印刷的历史 过去铺子的挑高白墙适合展出水墨画 这次展出十件三十年前就开始创作的石板刻印画 以及三件于2006、2007年完成的当代水墨画 云端上的卡布卡回忧和终极新田园 在办公室工作跟绘画其实是完全相反的 我在那个办公室的时候其实是用左脑 就是理性的思考逻辑的思维 可是绘画其实是右脑的思考这样子 它其实是一个图像性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那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这种冲突非常大 那直到这个状态大概两三年之后 我才发现说我又进入一个 等我调试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进入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 就是我的理性跟感性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就是我在创作上面是感性的 然后我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它其实是理性思考的 那有很多要思考策略要写计划这样子 那然后我发现说我后来左脑右脑都有用到了 就变成自己就变成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 如何在办公室工作和绘画坚持的平衡 官长表示就像是左右脑的冲突 直到适应调整后 终于为自己理出一个健康的身份转换 尽管年纪大而有了老花眼 但仍会为自己理出时间继续创作 云端上的卡夫卡为梦为创作各展 职业企业展出至10月1日 邀请民众喝杯咖啡同时看各展 记者长邦彦理事报导 不懂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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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